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但是 昨晚有些话我还没说完 我想告诉你 家绍 在你说出这些话之前 你先想一想 你期待我能给你一个什么样的回应呢 对不起 我之前出言不讯 但是我真的没有半点侮辱你的意思 傅世辰 为什么是你 为什么我总是会想起你 鱼儿已经上钩 可为什么我一点都不开心呢 我没那本事操控你的脑子 你要想着我 那是你自己的事 反倒怪我勾引你 龙家傻 你这是什么狗屁不痛的逻辑 我没有义务留下来 等你羞辱我 难道你不是有意接近我的吗 先生 对不起 昨晚是我喝酒闹事 唐突了先生 是我不对 请求先生原谅我 我甘愿受罚 我甘愿受罚 昨夜的事 大少爷以后还是不要谈碑的好 其他的事情 就请老爷做主宝 就请老爷做主宝 畜生啊 我养你这么大 文不成武不咎 每天就知道跟你那些狐朋狗友 喝酒跳舞 学一些丸固子弟的东西回来 你爷爷要是权下有之 那得被你亲子从封里跳出来 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 学校考不上 又不肯结婚 却倒有本事调戏家庭教师 我一辈子勤恳本分 怎么生出你这么个东西 老爷 些口气 孩子不懂事 慢慢教就好了 气坏了您的身子可不行啊 至于冯小姐 是我们荣家部队 委屈您了 我让账房 给您开三个月的工资 叫我一封推荐讯 爹 令某高酒吧 爹 爹 谢谢老爷 这样对谁都好 大少爷 我来吧 先生 我搜索您 你今后有什么打算 有了令尊的推荐信 估计再找一份工作也不难吧 还会教书吗 也许吧 我大概是你教过 最早高的学生了吧 你是我教过最聪明的学生 你是我教过最聪明的学生 也是最有潜力的 而且 而且什么 你会有所作为的 加上 你和他们都不同 先生 昨天晚上我还欠你一个解释 昨天是我昏了头 口不择眼 但是我没有半点羞辱你的意思 没事 都已经过去了 但是 昨晚有些话我还没说完 我想告诉你 加上 在你说出这些话之前 你先想一想 你期待我能给你一个 什么样的回应呢 而我又能给你什么呢 我们之间的区别相当大 有的时候 你只是对我好奇而已 因为新鲜 没见过 所以起了兴趣 但是未来 你会离开荣家的 甚至会离开你现在所处的社交圈子 走到更加广阔的世界里面去 到那个时候 你会经历各种各样的事情 遇到各种各样的人 也许未来 你才会真正地清楚 你究竟想要的是什么 先生的道理总是很多 我说不过你 好吧 既然有些话 现在不适合说 那我暂时不说了 但我想 总有适合说的那一点 以后 可能也很难见面了 多保重吧 谢谢 先生 老婆 保重 我们很快还会再见面的 也许吧 走吧 好的 您坐稳了啊 好 好 还好 好 我来和您的友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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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好